国际环境变幻莫测 未来的全球经济的复苏 也是遥遥无期 那么在整个这样的环境之下 对于亚洲 对于香港的影响 将会是怎样的演变 现在让我们立即来临线 会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 来为我们做出 更加详细的解读 徐先生你好 徐先生你好 那首先我们在前两天 也看到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香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有担忧是因为大量的资金外流 会造成港元汇价暴跌 对于香港的联席汇率制度 带来压力 那么有接近香港 尽管觉得消息人士有透露说 如果香港需要外部美元 来支持港汇的话 有可能将会去求助 中国人民银行 而非美国联储局 那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 您觉得香港资金方面的压力 到底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港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面临最大的困境呢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现在是整个这个美元的情况 是一个冰火两冲天的局面 现在来讲的话 香港是面临着流动性过剩 我们看到大量的美元 在影响香港造成现在 尽管出手去缓解这样一个压力 那么说其实包括我们看到人民币 也是创了四个月新高 通过了七个关口 这样就是说美国在这个过去的 对抗疫情过程中 影响了三万亿 三万亿的美元 一顿钱现在是往全球的流动 那么造成说现在这个人民币和港币 都走得非常坚挺 那么英国今晚当时讲了这个话的意思 可能是说这个英国政府 对香港的一些支持 实际上我们看到 其实香港这个金融市场 背后必须是中国在 有力的支持 包括之前的这个香港的 这个九期金融风暴 那么讲到九期金融风暴 就知道就是我们其实看到了 美元的这个过渡流动性 一直是对各个国家 非常大的冲击 其实你看这个各个发展中国家 包括像阿根廷 巴西 土耳其 这些国家的货币 都曾经被美元冲的是七零八落 所以其实美元在市场 一直是这样一个姿态的 就是说热的时候非常的热 冷的时候会非常的冷 热的时候它这个钱 上万一上万一前 到一个地方造成说这个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股市暴增 但是当它走的时候 可能万无凋零货币 这个聚服的贬值 所以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 那从这个角度看 在现在今天来看 香港是非常热火韶天的一个局面 但是不排除说一两年之后 在美元大规模撤离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异常萧条的状况 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到说 其实美元对全球带来的是一个风险 而且美元现在这个风险 已经越来越被大家所看到 因为这个流动性现在实在是太巨大了 所以说以至于说很多经济学家 现在认为美元将来可能会出现 大点值的这样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对美元 现在是各位投资者需要 好好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昨天 《中国政权报》也是发表了 头版评论文章 直言A股是有必要 有条件及有基础 迈向健康牛市 其中也是提到了大国博弈 是根据激烈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那么成熟的金融市场 必须要掌握资源配置的话语权 和定价能力 那么在国际格局大变化的环境之下 也是迫切需要中国资本来扭起来 我们也是看到昨天A股是大涨 成交量是突破了1.5万亿 而今天早上也有一个冲高回落的现象 您觉得这些现象的背后 有哪些深层次的含义 而未来A股的资本市场的格局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节目中 多次讲到A股 比如说从今年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 其实因为中国控制疫情 肯定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中国的A股 就不会说向美国 出现大幅的下跌 那么随后在美国 下跌比较迅速的时候 我们也认为 美股的反弹会非常的快 因为出大门的疫情 而中国的反弹会比较慢 那么之前我们就讲过说 其实在几乎一段时间内 A股都会长期的跑进美股 因为美股现在这个 一个是估值非常高 再一个就是美国的疫情 完全没有受控 那么其实中文几个大的 宏观的趋势是这样的 但是细看的话 其实中国这个A股 还是一个历史的 这样一个怪圈 其实中国的A股 往往是在走一个 追落后的行情 就在美股 领创新高 涨了非常多之后 中国的A股 就会出现一轮的 无理由的暴涨 往往是讲的口号是说 中国政府自己支持 包括这个 所有政策红利 改革红利等等 其实是这么多年来 都讲了差不多一个故事 但这次我们看到 实际上这个科技股 实际上有一个 很强的盈利支撑 尤其在美国 中国方面的科技股 可能现在还有待发掘 有待大家去研究 但总体来讲的话 是有一些优质的公司 确实是涨得很不错 但是一旦是 这种大的牛市来的时候 是什么股票 都会涨得非常快 非常高 这种情况下 往往带来是一个风险 所以说中国政府 可能也不会说 作用这种风险 而坐之不理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种热度 一般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中国这个市场 这个众生体量非常的大 大部分的这个散户 或者是大家看到信息 慢慢开始买入的话 往往会造成这样一波小的 这个牛市也是很有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想讲的就是说 其实中国现在这个 经济复苏的情况 实际上现在还是非常缓慢 虽然疫情已经被控制住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中国股市 是可以跑进美股的 但是说现在就出来 一个大牛市的 这样一个基础的话 我们认为呢 其实现在还没有到 那么对于疫苗研发的 这个各种消息 是层出不穷 毕竟现在新冠疫情 还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 也好社会也好 最热的一个话题 全民的这个全球的民众 都是翘首期盼 来期待他的这个疫苗 这个出现 毕竟是关系到 我们所有的生活 还有就是经济回暖的 这个时间 是不是我们觉得 就是确实要等到 真正的疫苗出现了 才能够开始全球经济 真正的一个复苏情况了 实际上经济的复苏的局面 我们已经看到 发展得很不错 比如说以香港为例 我们看到 其实香港的这些餐饮 消费都在一个 缓动复苏的阶段 那么英国和欧洲 很多地方在放开 这个对市场的这些宵禁 管控之后 市场也是有一轮的 这样一个暴富性的消费 那么美国方面 我们现在看到 以前其实还是没有收获 但是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 已经出现了 这种回暖的迹象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经济的复苏和回暖 并不需要说疫苗 一定要出现 当然它需要一点 就是说这个疫情 不能进一步恶化 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 说疫情就大规模再度爆发 或者说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那么这个美国方面的话 我们也知道 美国特朗普 现在是一个重点 就是要选举 那么有民调的调查显示 在这个疫情 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地方 他的这个选民 现在是掉了非常快 过去曾经有17%的选民 现在基本上 因为疫情不再选他了 是通过一些 零零零调查机构 出来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认为 特朗普也会在这个方面 加大一些政治压力 逼迫一些厂商 包括一些监管部门 加快疫苗的研发 疫苗的上市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疫情过去的 这样一个趋势 可能会变快 所以大家不必要 对疫情太过担心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说 现在这么多的 社会的流动性的钱 涌入股市 尤其在美国 已经逐渐形成泡沫的 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之前美国 这么多年以来 股指很高 其实企业应该增长 除了科技巨头之外 其实基本上没有 太多的增长 但是股市一直在屡创新高 其实已经有泡沫的意味 但是唯一没有达到 泡沫的这样一个 完全泡沫的 完美泡沫这样一个情况 主要是因为散户 参与度不够 大家也没有什么热情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就完全感觉 大家看到散户是重置丑丑 把钱投降股市 基本上完美具备了 泡沫的这样一个 所有的条件 所以说可能狂欢之后 可能美国 再出现大幅下错的可能 现在看来就不小 好 今天非常感谢 Michael这一时段 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做出详细的解读 谢谢您 谢谢您